重機高速奔馳 壓車挑戰蜿蝶山路 沒想到 下一秒 強方騎士逆向過彎 大型重機車頭正面對撞 人車瞬間噴飛 後方車輛閃都閃不掉 畫面觸目驚心 出發在北宜公路24.1公里處 招式騎士見車流毀堵 快越雙黃線逆向超車 連續撞擊兩輛重機 現場車殼零件三落一地 重機嚴重毀損 三名騎士緊急送醫 所幸都沒有生命危險 雖然這是去年發生的車禍 不過短短13秒的影片 呼應近期爆紅的網路動畫 山道猴子的一生 引發大批網友熱議 而同樣驚險車禍 也發生在新北五谷新五路 機車突然往左軌接 後方沒戴安全帽的騎士 來不及反應 失控插撞機車 瞬間慘摔在地 沒想到人翻滾兩圈後 還能直直站起來 摔車過程超流暢 還能俐落起身 招式騎士則趕緊停在路邊 另外田園路滑得小心駕駛 直線高速公路非常濕滑 車輛速度飛快 車尾漸起大量水滑 一次前方回堵 駕駛緩緩剎車 結果後方叫車沒注意 直接往前追撞 設法在國道3號 北上91.4公里竹林路段 19號下午4點多 內車車道同時發生 五起追撞事故 一共13輛車毀損 一次都是未注意車前狀況 沒有保持安全距離造勢 本案共造成現場五人輕傷 經檢測駕駛人均無酒駕之情勢 警方呼籲駕駛 遇到水漂效應 不要急踩剎車 當下得緊握方向盤 盡量讓車輛穩定執行 避免造成車禍事故 藉河夢前章 此存關於中文報導